不要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的無雙樂團非常的有誠意 剛剛忘了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剛剛大家欣賞的這首 這一整齣 這一整齣可以算是音樂劇 它叫做練練台灣 那裡面融合了 大家剛剛有聽到的 很多首經典的老歌 然後把它融入我們的故事當中 然後配合一些在改編過的音樂 大家喜歡嗎 怎麼好像沒有很喜歡 今天天氣很熱啦 這裡又是南台灣 你們的熱情拿出來 喜歡嗎 好像稍微有聽到一點聲音啦 那如果不喜歡的話 還不夠滿意的話沒關係 因為我們後面呢 還有準備了下半場更精彩的 也不能說更精彩喔 這樣好像上半場不精彩 就是一樣精彩的那個音樂 要讓大家欣賞 那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下半場的音樂好了 下半場音樂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演出者是 無雙樂團跟舞拉拉 春麗舞拉拉 就是前面那些 跳舞旋轉的美麗女子 當然啦 我轉的不是很好 對 然後呢 下半場呢 大部分的話就是 無雙樂團的團員 要為大家帶來的曲目 那曲目呢 有比較具有原創性的 大家都知道 無雙樂團是 我們留學宣團長 也就是劉老師 他寫的 大概一張專輯裡面 大概有十首歌 都是他本人親自作曲 無中生有 隔空抓藥 扯太遠了 對 反正呢 就是我們有準備了一些 無雙樂團的一生原創歌曲 還有呢 大家也有 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聽到的 鄧麗君的一些經典的老歌 還有一些流行的音樂 那我這邊呢 先不要講太多好了 免得大家想說 唉唷 我們要看剛剛那些美女啦 這個人 這個主持人怎麼講那麼久 對 現在是有點冷場嗎 再給我一些掌聲好了 因為我知道 我是疼苦中的啦 就是 這樣 就面對這個 大家這麼大的場面 也是會有點害羞 對 然後呢 唉 不知道他們準備好了沒 如果還沒的話 我再來講一下話好了 對 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今天呢 之所以可以 就是從台北這樣大老遠的來屏東 為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所在的這片土地 大家做的這個地方呢 即將要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演藝廳即將要誕生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幾個禮拜啊 屏東這裡在這裡都非常熱鬧 包括我們這個是第三個禮拜 做的 都有一些藝文的演出 對 然後呢 希望大家呢 也會更喜歡我們下半場的音樂 我看這個側台喔 大家彷彿是準備的差不多了 大家想要聽一下下半場的音樂嗎 有 還是你們有點累 你們是不是想要中場休息 有嗎 有想要中場休息嗎 我想不要啦 我們節目串緊一點 這樣比較精彩 那我們再次珍重的歡迎 無雙樂團 帶來下半場的演出 第一首是 無雙第二首詞蜜樂 都是原唱歌曲 謝謝